关心的是特征组在侦办贬家洗钱案 今天再度传唤涉案的相关人 刘世宜有最新的消息 好 主播各位观众 记得持续守候在特征组 而刚刚最新的消息 就是证实了孤家的二公子 也就是孤仲营 在今天早上是已经反抵国门了 而时间点就是在今天上午7点多的时候 孤仲营是搭乘马航的班机 是从洛杉矶一个人抵达了桃园机场 而他抵达桃园机场的时候 一开始航警人员以及移民署的人员 发现他的踪影之后 是将他暂时的滞留了一下 并且是以第一时间 在早上大概8点多的时候 就已经通报了特征组的检察官 而特征组的检察官是认为说 目前呢 孤仲营在整个贬家洗钱案当中 只是以证人的身份 因此还没有到被告的角色 因此认为说还不需要到 就是到这个桃园机场这个地方 来马上把他押人带走 因此呢 就放行让他离开 顺利的出境了 而实际上呢 目前特征组的检察官也正在进行的部分 则是针对现在的这个制作传票的部分 因为呢 就是打算要发传票给孤仲营 来传唤他来道案说明 而至于上面传票的时间点呢 特征组的检察官呢 则是不愿意证实到底何时 要传唤他来道案说明 而至于特征组今天呢 主要的征讯重点 则是放在今天下午 为了要厘清别家洗钱案的资金的来源 以及去向呢 刚刚稍早的时候 特征组的侦查车是已经离开了 特征组准备要前往胎安手所要 来借题被告来道案说明 好的 以上在特征组的最新情形 先把时间换给彭内主播